hello 大家好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龙马速通啊 这一局打电的是相当的流畅啊 咱们看一下第一关 首先是解冻了出场画面 完事之后 这里不给火云刀啊 因为有图木桩 出来之后 直接图木桩 镜子给金角落位 往前跑 完事之后 再给一个图木桩 把金角打相反 看一下金角的落点 落点不错 直接一个塔 连兵带boss一起打 然后起火云刀 炸金角 让小兵帮引火苗 有没有两点 没有两点 这个火云刀打到两点的概率是很高的啊 这一局有点点倍 完事之后 平A 雪沙挽回卷 找位置 直接一个葫芦 还剩41 怎么办 平A平A接前冲渣 这样的话这个金干咒不需要了 平A平A前冲渣补的顺利 如果不顺利 马上下去剪金干咒就给金干咒了啊 这样打的话 比金干咒打的能快一点 第一关火云刀没炸到两点 自然是比炸到两点 要慢上那么两秒 至少得慢两秒 那火云刀挺关键的啊 但是运气没到位 也没有招啊 后边只要不失误 也一样是一个很快很快的成绩啊 这里来到了红海二 这个羊仔的基本功啊 还是没得说 平A平A前冲渣 再起波动 其实龙马速通的话啊 最吃基本功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是牛魔王 因为龙马需要两条能量带走牛魔王 那有点难 说实话真有点难啊 没有一定的底子是打不了牛魔王的速通 会很慢啊 慢 慢 非常非常多啊 平A平A前冲渣 然后一个冰扇子压起身 减上金干咒 这里来到了陆哥 金干咒前面也清兵用了啊 平A平A前冲渣 存能量 然后平A平A前冲渣 龙马这个角色你对于新手来讲特别友好 因为他的招式特别好用 但是打速通的话 龙马这角色速通他确实是 现在 现在龙马连龙女都打不过了啊 大家对这个游戏研究比较透彻了之后 龙马真打 打不过龙女速通 平A平A前冲渣 但是龙女的速通的话 最后一关牛神这里非常容易掉命 左一手平A平A前冲渣 再起波动 能量要掉了吧 这能量还要再存起来啊 泡们 这能量还是要再存起来的 然后平A前冲渣 再走 一个斜跑 踢一下 推开 剪 扎一下 剪 剪 剪接波动 这个波动的话是跳板 这样的话比较快 龙马前期是不存道具的啊 这里再给一个通目装 然后等杨哥出来 龙马前期不存道具 因为身上一个道具都没有的时候 每换一个场景系统会赠送你三个通目装 用这三个通目装清兵比较好用啊 这边电斧连打boss带卡兵 到蜘蛛王啊 到蜘蛛王那个场景 就是蜘蛛王打boss的那个场景 他他才开始存保啊 从那个场景 减上木 平A平A前冲渣 再减上木 平A前冲渣 52雷电戟带走了 龙马跟猴哥的雷电戟打杨哥伤害都特别高 直接一个斜跑 这边来到了虎哥 看一下虎哥直接一个大剑 等兵出来啊 这个大剑别放太快 要把三个兵都打掉 最后一个兵落地之后 直接起电斧 连打boss带卡兵 然后直接镜子往里给虎哥落位 这个虎哥的位置落得不好 有点太靠屏幕下边了啊 虎哥强反 往上躲 然后再给一个镜子下来 然后平A平A前冲渣 你看是吧 就说虎哥的落位落得不好 存能量 然后平A平A前冲渣 起波动 但是他 他这个临场反应属实是太好了啊 波动穿过去 再一个强反 平A平A前冲渣 起波动 三套 三套平A平A前冲渣 加三个波动能带走吗 能 这样的话刚好啊 就是这一套带不走 虎哥多强反一次就慢了 身上还有一个钉 这个钉是怕出错 留着的 会空放掉 这边来到了海胆 打海胆直接波动 完事之后 前冲渣 再起波动 啊 给先给一个葫芦 然后再起波动 第一条能量能抓几个抓几个 完事抓完了之后啊 就直接打前冲渣 龙马前冲渣 压制海胆比较好压 但是没有老中那么高的伤害啊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 能量要掉 平A接前冲渣 再前冲渣 稍微压一下啊 借助着葫芦的伤害 这样打海胆能提点速度 道具都不吃啊 然后来到金鱼精场景 打开 打开之后 捡上玄冰斧 引他一下 他第一次倒地肯定会遁地 然后打一下兵 存能量 给一个玄冰斧 这个玄冰斧是为了连打伤害 再把这个兵给清掉啊 这样的话直接卡住位置 然后波动 再起波动 龙马打金鱼精 这个波动的速度还行啊 一是他这个波动时间不是那么太长 二是龙马的波动打金鱼精 伤害可以 有32点伤害啊 其实大家打金鱼精的伤害都差不多 老沙会有一个明显的稍微高一点 然后其他的角色都差不多 嗯 猴哥跟老猪的波动是伤害高 但是波动时间太长 龙马跟龙女波动比较快 但是没什么伤害啊 龙马还好32 龙女只有24 龙女的话就没有 其实龙女波动比龙马快一点 也差不太多 就老沙快 老沙的波动打34 但是老沙的波动时间太短了呀 不过也还行 龙马打金鱼精的话 抓的节奏好的话啊 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你看还剩30多秒就带走金鱼精了 好 好 好 这里来到了蜘蛛女 龙马打蜘蛛女的话 好打啊 因为蜘蛛女防御力比较低 波动抓的伤害高 前冲渣打的伤害也高 龙马这个前冲渣打蜘蛛女能打到16点伤害啊 再前冲渣再起波动 反正这应该是直接给一个波动 等他抢反 帮左跑 然后扎一下 应该能量要掉了 能量掉了之后应该是不存了 因为前冲渣打的伤害 平A平A前冲渣 这关龙马是优势属性啊 平A前冲渣打的伤害都比较高的情况下 咱就没必要再去存能量 这边捡上火运刀 龙马打蜘蛛王的话 也也不会抓波动 为什么要存能量呢 平A前冲渣 扎扎扎扎 躲 然后扎扎 蜘蛛王前冲的话 看一下要不要给火扇子 火扇子能打到两点 一直没前冲 还是没冲 每一次抢反都是撒网 这样的话对咱们比较有优势 哎终于 哎这下终于往前挠了 但是他没有给啊 没有给火扇子啊 为了凑这个波动 最后他打完之后 还给了一个波动 打了一下伤害啊 这个波动是打出来了波动的伤害 但是没有出波动的画面 为了这个波动 那这个火扇子应该是用不上了 火扇子哎给镜子了 龙马剪镜子非常有用 龙马剪镜子提速的话是轻尸啊 龙马打轻尸本来就慢 完事之后有镜子的话 龙马镜子打轻尸54点伤害 这样的话可以提升打轻尸的速度 火扇子应该是给我彭哥了吧 然后一顿扎 摊了一个波动啊 他们现在越打细节越多了啊 我说怎么把能量存满了 因为人家打的够快啊 能量还没掉 你就直接给蜘蛛网打下去了 这边来到了彭哥 给一张电斧 这个电斧没什么伤害啊 龙马不像猴哥电斧伤害很高 但是是为了开怪 因为龙马血沙 龙马血沙打鹏哥的话 不像老沙那个血沙那么好用啊 他开不了怪 他血沙太低了 容易卷不着大鹏 然后大鹏一脱位就很难受了 然后再压起身扎一下 剩18应该给火扇子了 因为这个火扇子打制作网用的 他没有用 其实真正是多余出来的 没有用 这个火扇子是没有用的啊 这边来到了白线王 龙马 龙女 老猪 这三个角色 速通的话 拿白线王一点脾气都没有 白线王是这一关防御力最高的一个boss 拿他真的一点招都没有 怎么打怎么慢 龙马的话是 龙马是要把火运刀都给掉 借助了自己的火运刀 其实龙马打白线王 为了打 为了提升速度 是降低了打青狮的速度 所以说打青狮这个镜子 是非常非常有用 非常非常关键的 蜘蛛王那一关给了镜子 龙马就很得劲啊 跟猴哥不一样 猴哥现在的话 那个镜子给了 如果你不失误的话 你不知道哪用 但是 龙马的话就 就肯定是轻适用 再火运刀 这火运刀 在这边 看我把镜子都在轻适中 这边给一个镜子 为了卡门 其实应该是能卡住吧 应该能卡住 这个镜子是为了躲着吧 剩三个镜子打青狮啊 龙马75秒的门 其实龙马卡门了 没有猴哥那么严重 因为龙马一轮有两个门可以进 这边来到青狮场景 捡上火扇子 龙马剪刀剧也挺快 减板了 炸弹消失 仍火扇子 过去看一下要不要给一个塔 看来是要 存能量 给一个塔 按字 存能量 起波动 龙马波动 在空中卷的时候啊 是有撑屏幕的效果的 你看是吧 卷的时候会引屏幕 过来 再雪啥 剪接波动 还能再打一个吗 还能再打一个吗 再雪啥 再起波动 行 打了四个波动 然后 镜子 火扇子给点 先给火扇子 火扇子弹道 是小道具里边最得劲的 调整好位置再给镜子 然后再给一个镜子 这三个镜子太顶用了 知识娃那一关 给了一个镜子 龙马就很得劲 给俩就更得劲了 青蛇打的就更惨了 给仨就就更更更得劲了 就是只要你给 龙马就能提速 平A平A 接大剑 差一点伤害 打了一下平A 给了一个大剑 这边来到了老鼠场景 外边的话应该是三个镜子 三个镜子 因为龙马的话 道具伤害 没有火银刀啊 什么的电斧 什么的 没有猴哥 还有冰扇子 啥的 没有猴哥 那么厉害 所以说 龙马进来 要用三个火银刀 加火扇子 什么什么电斧 冰扇子 龙马是用不了的 这边火银刀 求两点 有没有两点 有 然后火扇子 强反 再给火扇子 过来 再给火扇子 减电斧 这个电斧得减 这个电斧的话 是为了找到火银刀的位置啊 贴住右板边 右下角 火银刀上去 不是 那个电斧 上去直接火银刀 完了 这火银刀只能打一点 这时候不能再给火银刀了 要抢反了 下下踢 踢出他的抢反来 再给这火银刀 应该是两点 然后再给火扇子 捡了个小火把 没捡上电斧 火扇子 再火扇子 再来捡电斧 下来 给一张电斧 直接带走 也还行啊 伤害溢出的不多 但是流血没停 后边就到牛魔王了 看牛魔王 雷电几开 完成之后 自己能量也空到 将将要满的时候 然后扎一手 存能量 第一个 第一个雷电几的话 必须要给 因为屏幕不让拖 就是说 第一波兵啊 那两个小小牛 不打掉的话 是不能往左拖屏幕的 这时候牛魔王跑了 你就只能干巴巴在看着 所以说是雷电几开 为了把这两个兵给清掉 顺带打一下伤害 然后扎 再起波动 第一条能量的话 波动抓的 没抓满 少抓了一个 也不能说少抓啊 其实也已经抓挺多了 但是应该还能再多抓一个啊 看这一条能量 扎 起波动 如果 再给一个玄冰虎 如果龙马不会 如果龙马不会这个两条能量带走牛魔王的话 龙马速度打牛魔王会比别人慢 很多很多啊 再扎 哎 你这失误 再给一个波动 还行啊 有一个小小的失误 但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就是牛魔王这里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牛魔王这里 一是牛魔王起身速度特别快 而是有小兵影响你 所以说牛魔王是超级吃基本功的啊 这边到火龙 打火龙的话 水平高的玩家都会这个压键原地波动啊 嗯 抓地速度快慢 全看火龙给不给脸了 这时候你得看火龙给不给你面子啊 火龙给面 咱就 你看 这就打得快 火龙不给面 就打得慢 能量要掉吧 能量要掉 但是这时候啊 还得存存能量 别看火龙胜的血不多了 因为龙马前冲渣 补火龙伤害补不了多少 很慢 所以说还是要存能量 再继续起波动打 这个火龙还可以啊 这火龙还可以 不算这种 特别给面子的 但是也也也算 打得比较快了 调好葫芦啊 青牛神场景第一波冰啊 是刚才调的葫芦 葫芦 龙马葫芦打牛神就二多点伤害啊 没有用 冰扇子开 完事之后 你看他身上这三个钉啊 朋友们 细节 就是最后一关有两个钉 他身上是有三个钉的 有这三个钉打牛神 会让你快 非常非常多啊 而且让你安全 让你变得非常非常安全 而且也打得非常非常快啊 这三个钉起大用 直接一个钉上去 不用管 卡 接两下平A 困能量 然后再起波动 往上跑 往上跑 应该不给大剑 应该还是给钉 我感觉 再给一把大剑 大剑往外打 位置不好 刚才 这边直接给钉 根本就不等你 然后卡 接平A 然后再起波动 这下牛神撞出来 钉塔一接波动 刚好隐身 哎呀完了 牛神吐火了 给一个钉 上来直接塔 接平A 两下 完了 这一套 这一套 打的往后退的太多了 这这一套 塔一接波动之后啊 拽不出来 完了 这纯靠感觉打了 看不见了 这牛神看不见了 再塔一接波动 看不见了 这个就是看牛神好了之后 这个头消失了之后 牛头消失 完了之后直接扔塔 然后平A那一下就只能 只能是凭着感觉 按了啊 就是打得多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也慌 这个位置谁都慌 因为龙马的平A太快了 不像猴哥啊 非常容易失误 84一套台阶不懂不失误 带走了 变小 然后好 牛头消失扔塔接平 没打着吧 没打着吧你看是吧 我说傻赖着炮门 谁也慌啊谁也慌啊 这时候最后再起一个波动 牛神这里是多打了一个牛神 隐身的时间啊稍慢了一丢丢 好了那就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咱们 下期见好吗拜拜